两岸电影展十周年,毕书进李玉玺前进大陆。 毕书进,又,即将前往大陆参加两岸电影展。 土两岸电影展,2010804.17。 两岸电影展堂堂迈向十周年,今年将于4月24日率先于大陆山西太原及近中两城市,展开为七彼州的应演。 其中李玉玺,毕书进,忙于儿主演的《有一种喜欢》,将作为影展开幕片在大陆首映。 而《花甲大人转男孩》则有颜正兰代表出席,正可以让大陆影迷看看台湾新生代偶像的魅力。 包括有一种喜欢,《花甲大人转男孩》,《痴情男子汉》,《道命师》,《上岸的鱼集乒乓》等六部电影,今年将代表台湾电影参加两岸电影展。 李玉玺表示非常期待,希望大陆影迷能喜欢她的新作品,而首度《月上大银幕》的毕书进,则是第一次以男演员的身份参加影展活动,也希望大陆影迷能看到她在唱歌以外的演出。 此外,两岸电影展背后的推手李行导演,即将九十高寿,热爱台湾电影的她,一路看住台湾年轻电影人,在两岸电影的交流下,逐渐在彼岸的电影产业中站稳脚步,许多台湾电影也透过合拍或是发行,在华语电影最大的市场逐渐成长,让李航导演不禁期许。 未来的台湾电影好还要更好。 两岸电影展背后的重要推手李行导演,《土两岸电影展》,2010804.17。